今天政治新闻有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前副总统吕秀莲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2012年要选总统的人不能够先选五都市长 对他的说法民进党立委有人赞成 认为这可以让总统参选人提早布局 但是也有人反对 质疑为什么要画地自现呢 应该是谁能够胜选就派谁出来 而民进党周康德表示 等到1月24号的全代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民进党对于年底五都大选全力备战 除了高雄市有秋菊之争 大台南市有六名党内人士有意参选 目前也传出苏贞昌与蔡英文将可能力拼 新北市和台北市 谢长廷则可能角逐台中市 希望以天王的全国知名度抢下这三个都会城市 不过几位天王们却迟味表态 外界认为这可能跟天王们的2012总统大选布局有关 前副总统吕秀莲更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点破针结 要求要选五都市长的人 就不要想在2012参选总统 有党内立委对此表示肯定 不管当选或不当选 你去参加五都的选举 就不要再想总统 那总统现在就确定他的 这个候选人确定他的心志 然后就赶快去拼总统的选举 不过也有人不认同 认为民进党要先把五都大选拿下 不要划地自线 不必要划地自线 恭喜五都是台湾的需要 是民进党的需要 胜选的五都才会有总统大选的胜利 所以我认为 现在不要有太多人下指导旗 应该以民意跟党的胜选为考量 党中央则是希望党内的不同意见 可以坐下来好好讨论 并在1月24号的全代会上来做决定 党内所有的重要人士 大家坐下来 还思考一下 这个五都以及2012 以及党未来走向 在全代会 我们会针对这五都选举的 提名的游戏规则 对于相关的提名条例来做处理 对民进党来说 眼前更重要的是 先聘完这周末的三席立委补选 党中央不乐见 对这个议题的不同看法 破坏了党内补选的团结气氛 记者综合报道